大家好,我是桃花月醫師 今天不是上班時間,所以她叫我Kylie就好 那我覺得最近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在家裡發展第二興趣 那我個人覺得女生的話 可以做一些跟沒有關的事情 所以Sasha是我的好朋友 我就跟她講了很久之後 想跟她學花藝 所以今天就跑來她家 我們來學看看怎麼 我來學看看怎麼做這些花藝 好,我們從 我是Sasha,我做花藝師大概有三年的時間 其實都是很隨意性格 就是採買自己當天 其實隨著心情形的狀態 然後採購的花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是 比較硬頂母親節的康乃欣 然後紅玫瑰 粉色的玫瑰 跟結根 其實這些都是平常比較容易 取格的花材 然後搭配上一些葉材,我覺得很喜歡忽視的感覺 其實搭配葉材,它會呈現一種很 也是浪漫,但是我覺得沒有那麼多 很優雅 然後這個叫做米香花 你們看它長得很可愛,就像台灣的那種 鳳梨胖的意思 這個是三角油嘉莉 比較少看見 很特別,我一看到它就把它買回家了 這個是 石斑木 如果沒有買到這個葉材 可以用辣梅替代 辣梅的整天shop也是很美的 好,我今天就帶著我的好朋友來開始 所以這個我們要自己買 通常都買的,就是買一個這個嗎 喔對,中間真的是海綿磚 如果把它裁得很小很小 要把它塞進去那個花器裡面 所以花那個都有賣? 對,還有花式、花電器都買得到 它可以重複使用嗎? 不行,因為它擦過之後它會有空 它就沒有辦法再穩固你的花,對 對,就是一次性的使用 然後花器之後呢,你就可以去一些 花式、有賣容器的地方 給我挑你自己喜歡的花器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嗯,樣式可以讓它去 所以我就是看車子 要自己幫忙,錯感性 就是在後面上去 幫忙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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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就是我的 這就是應該不太清楚 然後放前面一點 我覺得好像蛋糕,我突然覺得有點想吃東西 有一點,好 送給我媽媽母親節的花 好,我媽母親節快樂 母親節快樂 這我拿去醫院了,對不起 我要放去醫院,擺一下讓我們 剛剛看到這個開心 對,就讓我照顧我們 這個花,如果有這個花快 其實它其實沒有那麼漂亮 就把它直接剝掉 這樣子 所以覺得有點鬆散,因為我其實不會小心 水箱很嚴重的 其實就把它剝掉 然後如果把它剝一下,其實它就夠 大陀一點 對,就把那個,我們剛剛講的那種方式 抓一下 然後每天加水 那之前的水呢 它會直接把它掉啊 不用,你就是拿個水 反正就水,小小的 多一點吧 因為這個盆子很大 就是摸濕濕的 對,你就是把那些水 倒在海綿磚的上面 你說海綿磚去吸水 對,因為海綿磚它其實要吸 大概要很多水 多少 最少要300cc的 你來當你拿 好,我們拿個容器 那也很漂亮 我覺得挺開心的自己送 真的嗎 這個,其實可以裝水的容器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從邊邊 這個角落 角落,反正角落看得到海綿磚的地方 你就 欸 沒事看不到對不對 可以一點 這樣子往內倒就好 就倒在海綿磚上面 就是你 對 反正找到空間裡給它倒進去 就讓它吸水 之後你再手去摸海綿磚 它是濕潤的 大概是這樣子 摸它的那個 濕潤度 所以不用浪費 對,因為其實 你再去放在醫院 對 冷氣 它會水分增高更快 好 好 就這樣 我們今天 第一盤 對 謝謝 然後如果大家 想要跟我們一起上課 或是要陪我們一起 做這些有趣的事情 就視訊小小後果 對 我們還有之後會有一些不同的 威蜜做的事情 對 再繼續跟大家分享 好 謝謝 掰掰